把把user service的看一下 我们找这个save 看我们这里调用user save 我们这里可能是个register 那就是注册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对应user 我们每一个user进来的时候也是注册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改成register 这样这个id和这个service的名就一样了 是吧 我们再恢复回来 这样就一样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拿到这个方法名 然后 看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好 这个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个思路 是save 那么我们看 除了save之外 我们的base mybethysdeco还有什么 我们看 除了save之外还有fine 对吧 fine的是什么 看fineout 我们就是 就要执行一个cycle语句 fineout 那么 简单了 简单了 对吧 如果是fineout 我们要utube的list t fineout 我们return return r select list 我们看 是吧 select list 然后什么呢 seqid seqid怎么来的 还是 这么来的 对吧 好 我们看 哎 有个问题 这个实体 怎么搞定呢 我们不知道要查的是哪个实体啊 对吧 对吧 那这个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 这样了 我们把这个类型要查询哪个类型 传进来 对吧 这是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看 在service里面怎么去调用这两个 我们找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里面去试一下 看一下 common mybitis dl 然后呢 save basic if 漂亮吧 但前提是什么 就是 在这个 他 所遵用的 maper里面 要有一个 seqid是 save basic info 那也就是 他还要变成 这样 对吧 这样才和我们的这个规则相一致 好 那我们看 如果是查询呢 common mybitis dl 没有查询 难道他不是静态的方法 才对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查询 find out 那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试一下这个 对吧 用这样去写 我们看一下这样是不是就比较清爽了呢 是这个样子的对吧 好 那这呢 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啊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在一个service的方法里面 我们调用了两次 甚至是多次的这个dl 我们怎么去解决 这个saleid的问题呢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 方法 对吧 那一个方法 就一个方法名 方法名是重复的 如果都有两个 恰好是两个saleid和find 比如说我们先delete 再去 insert 对吧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 如果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实体 比如说这块saleid是一个user 然后呢 这个findout是一个 userbasicinfer或者是 这是userbasicinfer 然后呢 我们放这块是user 注意下 在 user service里调用 cormon这个dl去查user 还可以 那如果我们查的是这个呢 如果我们查的是他呢 那他找的是什么 他找的岂不是salebasicinfer 然后 cut里面必须有一个id 是这样的吗 对吧 这是我们 确实遇到的 一个问题 当然 我们也希望在一个service里面 只查自己的dl 但通常呢 这种情况呢 会有一些特例啊 或者是有比较多的这种情况 是需要查 稍微多一点的这个信息的 那么 虽然呢 这是我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呢 这种尝试 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便利 对吧 我们整个的写法上变得 简单了 然后呢 我们甚至还可以 把这两个方法里面的 每个里面各有两行 那有更多的方法呢 他会有更多的 这样的两行的数据 我们呢可以把它抽象成一个 公用的 这个private的方法 对吧 传进来 然后呢 去 使用 比如说我们试一下 我们怎么做 我们利用 ide的工具 去 去 搞出一个方法来 找 gat seqid 看 我把它往上挪一下 gatseqid 那么我们下边这个能不能用呢 看一下 gatseqid 好 他要的是一个实体 那么 抱歉了 我们只能说抱歉 不要实体 我们要个class 然后呢 我们传进去 这样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解决了 抽象一个 通用的方法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还没有解决 关于 如何 去 处理 这种场景下的 这种使用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去做呢 大家想一下我们怎么去做呢 那如果我们能 立即想到一种方案 能够特别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OK 那当然是好的 对吧 当然没问题 但是最好的方式 那么 在通常呢 在我们面对 这样 一些问题的时候 或者我们面对一些基础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 往往 没有办法 或者是很难在 短的时间内 想出一个特别特别完美的方式呢 去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面对着任务 我们要完成 对吧 我们总不能 一直耗在这去去 怎么说呢 非得要想一个特别特别完美的方式 但是呢 如果时间 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折中的方案 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好 那么面对这个问题 如果继续做下去 会是什么样呢 会是 这样 如果在一个 Service里面调用了多次DL 我们呢 可以什么 我们可以 按照他的顺序 去 操作 比如说 Sail Basic Info 123等等 可以这样去 这是一种方式 对吧 是不是尝试一下 能够拿到他的顺序 我们可以去 研究一下这个 调用的方式 等等这些信息 我们看一下 他的先后顺序关系什么 这些是不是能够拿到 这是一种我们 朝着我们原定的目标 完全用基于约定的方式 一路走下去 但是 这里面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通常 我们一个特别完美的技术方案 往往会 消耗很大的时间 那么在投入产出比上 他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一种 同时呢 我们还是有这种工期和时间的限制的 对吧 那么怎么办 我们可能就要找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方案 那么呢 这里呢 给大家 一种退而求其次方案的介绍 注意看一下我们有这样的Sail了 对吧 好 我们可以 再有另外一个 就是这样 好 大家看 这样种方式 是不是看起来 就有那么一点点 不像那么回事就有一点 变了 但呢 这确实是我们在短时间内呢 能够想到的 一种方式 这确实是 也 为我们去尝试做这样一个 DL的工具类 有一些 启发 当然大家看 其实我们最 核心的问题卡在哪呢 其实就是卡在 MyBetis上 因为我们用的是MyBetis 那么呢 我们也很难去 跨越 这个MyBetis的SycleID 这一项 那么 扩展想一下 如果我们自己去定义一个 这种 类似于MyBetis的 这种数据库中间层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 避免掉这些信息呢 对吧 是不是 肯定是可以的 这个呢 尝试过 那么 以后有机会呢 我们可以 在 一些课程里面呢 去分享或者是 专门做这样一个课程呢 自己定义一个 OrMapping的工具 然后呢 以这种 纯的工具类的方式 去使用DAO 然后操作数据库 当然 如果说是使用这种方式 比如说传进来SycleID 那么呢 我们会用什么的方式去做呢 其实我推荐的方式是这样 是在 相应的这个类里面 去写 比如说 Final的String 什么 s save id 等于 save 什么 什么什么东西 或者是呢 Insert 什么东西 对吧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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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当然 前面那个Mapro那块 我们仍然可以不用去写 因为那块写的话 可能这个 就会比较多了 我们也可以用默认的方式去做 当然写呢 也可以写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 我们定义这个SycleID呢 就是可以用 比如说我们再定义一个 这个我们可以用private 去的 我们用 SycleMapper ns就是Namespace 对吧 我们可以这样把它定义起来 这样 然后呢 我们这个SycleID就是这样了 点就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不去定义这个 那么呢 我们 要的SycleID就是这样 注意下无论是哪种形式 其实 都是一样 借助了一个 外部定义的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 在 DL里面 我们就可以 这样去写 user basic info save save 这样去做 这样去做的好处是什么 相对于 比如说配置啊 或者是长量类啊 因为长量类呢 要对每一个实体或者是每一个业务呢 去写一个长量类 这样呢 维护起来会比较分散 配置的缺点呢 就是 配置之后 还要去取 取出来呢 你就需要去给一个ID 那这个ID呢 是需要写在我们代码里面 是作为一个东西传进去的 对吧 也会有些不方便 那么呢 这种方式呢 相对来说会稍微方便一点 然后呢 我们save save的时候呢 其实每一个SycleID 都是定义在实体里面的 那这种方式呢 是比较好的一点 那也避免了之前我们说的 哎呀 我要在Service里面去关心他的 麦平的什么SycleID 那个Space这些东西吗 哎 其实是不需要的 对吧 然后当然这里面假如说啊 有另外一种情况啊 我们可以去save User 对吧 我们把这些信息呢 User里面再去 放一下 对吧 我们User里面也是需要的 这是什么 就变成了UserMapper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 UserService里面去 既保存了UserBasicInfo 又保存了User 对吧 然后同时我们还可以去Find Cut 我们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 Cut点 什么 Find 对吧 我们 可以在Cut里面定一个 这样一个产量 这样去做 那这样是不是就 要好得多了呢 那这种方案呢 实际上是介于 我们的配置 和约定 中间的一种状态 那么如果可以约定的 我们就按约定的方式去做 如果不能够约定的 那么呢 我们就按照 这种方式去做传一个SycleID 为了统一 我们可以不惜 去 把这个 什么 把我们约定的这个不要了 然后呢 我们留什么呢 我们只约定一部分 就是约定这个 Mapper 它的名称 Mapper的名称怎么来的 就是实体的 类名加上 完整的包名 那这个ID可以是这样的 就是 实体 点 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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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Gate Name 加上 Mapper 再加上 SecureID 注意 这里面有个点 然后呢 我们的 我们的Final SycleID 就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这样去做 那么我们的 注意下 我们的这个SycleID 用的是什么 就是 这种形式 就是我们这种形式的 那 那只是对应 文件的 ID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呢 对吧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一种工具类的方式 好 那关于工具类呢 这个代码呢 我们就暂时写到这里 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 方法没有实现 那对于那些方法呢 大家感兴趣的呢 可以 继续的呢 去完善它 其实思路都是一样的 无非是这个FinalID 通过那种方式来 实现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唯一需要说的是 是这个 这块呢 我们可以把它 抽象出来 做一个方法 叫做 getMapperName 是这样 getMapperName 我们传进来一个 哦 我们仍然是需要 这样一个范形的声明 然后呢 传进来的是 class的信息 然后呢 我们返回 返回什么 返回这个 对吧 然后这里面我们怎么做 就是这样 getMapperName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呢 这块的代码呢 写的稍微 有一些杂 注意下 其实我们这有两个 内部的这个Private方法 是分别对应不同的情况下来用的 getMapperName 是传进来 这个 这个 SEC-ID 好 这里面呢 我仍然是这样 啊 getSeq-ID 那如果是这种形式啊 注意下 我们在这个方法里面也需要一个 class的类型 然后是什么 我们这样 getMapperName 加上SEC-ID 对吧 这样的结果 好 现在回顾一下 为什么一开始 我们 要说 我们的目标是 做一个工具类呢 而 我们又提到了 去简化这个参数 对吧 我们 目标是 把这个参数让它彻底的消失掉 但是呢 在实际的应用中呢 我们发现 让它 在短时间内 彻底的消失掉 又有一些难度 那么 结合我们项目这种开发的周期的压力 通常我们会选择一种 有原则的一些退让 那么呢 我们退让到这里 就是 把这个ID写在 写在实体的里面 做成一些 常量 然后呢 我们这样去应用 大家看一下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呢 那对于优则Service来说 他也不需要 去 定义优则DL 了 那 只有一个 common myBetis DL 然后呢 save 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不用这个 myBetis了 我们有另外一个DL 比如说 common Spring JDBC DL 对吧 我们也可以有另外的方式 去做 比如说common Spring JDBC DL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这样去做 对吧 我们也可以类似的方式 传进来呢 是什么呢 是SQID吗 可以是SQID 那SQID 就一定要有一个和他对应的SQ语句 对吧 甚至呢我们还会有在Spring的JDBC Template上去做一些处理 然后呢 以达到更好的使用的这样的效果 当然呢 我们也说过 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们可以 把 自己做的这种ORMapping的工具 怎么做的这种思路 以及代码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然后呢 看一下 对比一下各种方案之间的 优劣 没有任何一种基础方案是完美的 都有他适用的场景和他的局限性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找出适合的那一种 方案 应用 那么大家最后再回头看一下 Combin Mabilitis DL 和 原来的Base Mabilitis DL 那我认为呢 Combin Mabilitis DL 相对于那个Base Mabilitis DL 然后呢 它是有它的优势的 比如说 它不需要去写 每个业务去写自己的DL 它呢 只需要多操作的地方呢 就是在实体里面 去定义这个 CQID 当然这个CQID 和方法名相同不同 都没关系 它就是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呢 和 这个Maper文件里面的这个字符串 是一样的 就可以了 Insert Selective Insert Selective 就够了 然后呢 在Service里面 直接去使用它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 回头看一下 DO作为工具类 我们做到了 简化输入参数呢 我们尝试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简化的 然后呢 简化输入参数 要么是基于约定 要么是基于配置 或者是长量 那么 我们后来 面对这个 确实是遇到实际问题 我们做了一些妥协 妥协之后呢 我们采用的是什么 是长量 对吧 长量 然后呢 如果长量里面 包括Maper NameSpace 这部分内容 那么就不需要任何的约定 如果长量里面只有 就是Maper文件里面的 CQID那一部分 比如说Insert Selective 或者是Select by ID Select by name 如果 长量里面只定义了这一块 那么呢 Maper的NameSpace 是基于约定的 也就是 我们 再看一下 我们这一个 GateMaperName 这个是基于约定的 然后呢 GateMaperName 加上传进来的这个CQID 比如说Insert Selective 对吧 这样就构成了 这一个 完整的 信息 那么呢 给大家再提醒一下 还有一些 比如说Sale 我们都叫Insert Selective 对吧 对于所有Sale类型的 我们都叫Insert Selective 对于所有 Update的 我们都叫什么什么 对吧 那这个什么 我能把CRUD 这四类 以约定的方式来实现 比如说Sale Update Delete 和Select 对吧 Select by ID Delete by ID 然后呢 Update Update什么 传进来的参数 一定是一个实体的实例 这个呢 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来实现 当然更多的 比如说 Select by User ID 按的SKUID 对吧 我们根据一个用户 和这个用户收藏的 一个商品的信息 对吧 或者Delete 去查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根据约定 就没有办法 那就需要 寻找一些特定的方式去做 这个呢 就是约定 和 配置 或者是长量 结合的使用方式 好 最后 以 几句话 简单的总结一下 就是说 任何一种技术方案 都不是完美的 没有任何一种技术方案 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么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我们 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 去接受 某种技术方案 然后 在时间 经验 和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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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环境 等等 外部因素的 条件下 我们 能够在 有限的时间内 实现什么样的效果 那么 如果 不能够实现我们 既定的目标 我们 能够 接受的 退让 是什么样的 这些呢 都是在 工作中 或者是在写代码的过程中 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也希望呢 能 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好 这就是 DAO的 另一种实现方案 这一部分的内容 这一部分呢 主要呢 是 想 跟大家分享一些 实现 或者是开发过程中的 一些想法 以及遇到一些问题 我们怎么去处理 而并不 纯粹的是 介绍一种 DAO的实现方案 好 谢谢大家 这节呢 就到这里 听说 我来讲 您的 给大家看 我们 关注 的 我们 在 我来讲 什么 没 我来讲 我来讲 你 我来讲 有 我来讲 我来讲 你 怎么 感谢观看